今天做了兩隻燒鵝做比較 一隻是9斤的鵬鵝 另一隻是7斤半的草鵝 關於鵝上鵝可以看我之前的視頻 鵝場探秘 今天試試上鵝和沒有上鵝的鵝 燒出來有什麼區別 現在拿出來的鵝是正重9斤的鵝鵝 這隻是正重7斤半的草鵝 外表看著大小 其實不會外表 這隻大小小小小 大時間是否烤的一樣 是一樣的 這隻比較厚 那隻吃下去沒那麼好 不用那麼重 這隻應該要吃9斤 你拿一隻8斤的鵝 就可以了 因為太大隻了 我先斬一會 對 我先先炒一下 不要多18分鐘 剛剛燒出來的燒鵝 是不可以馬上斬的 要等一會 等它回油才斬 這一例就是未上鵝的7斤半的草鵝 而這一例就是上鵝的鵝鵝 正重9斤 草鵝現在的價格是17元一斤 鵝鵝是23元一斤 如果這個你不喜歡 你不要放便宜 你不要放浴汁 味道也沒有理會 我覺得你會關心浴汁 味道和折騰 我們今天試肉質 可以試鵝 試鵝的時候 就試同一部位 不要點任何東西 試了兩隻不同的鵝肉質之後 草鵝肉質稍微削少少少 鵝鵝肉質稍微舊身些香些 一斤鵝鵝成本高過草鵝成本7元 就這樣看下去 鵝鵝皮下脂肪多於草鵝 對於普通食客來說 應該吃不出他們有很大的區別 但如果對食材有極高要求的食客 都會吃到他們的區別所在 所以草鵝和鵝鵝各有各市場 但對於很多普通店來說 就性價比這方面 大部份店都會選擇草鵝 一隻鵝的成本貴了幾十元 幾十元都不是小數目 鵝上鵝 是要在鵝六斤多的時候 上鵝再養四十天左右 養到九斤左右再出售 而草鵝就沒有經過這個過程 所以成本都會低很多 不知你們對食燒鵝又有什麼心得呢? 歡迎大家在評論區互相交流 在你們心目中 靚的燒鵝是有什麼標準呢? 這隻七斤半的草鵝 看上去皮更靚 而這隻九斤的鵝鵝 切的時候有點急 所以皮有點炒 如果追求高的性價比 草鵝勝出 追求高品質鵝肉質感 鵝鵝勝出 如果你想了解廣州 或者了解更多廣東飲食 記得關注我吧